受到了欧美股市收黑 以及国内宏达电重挫跌停的利空影响 台北股市昨天是大跌了176点 受到欧美股市收黑的影响 雅股今天开盘同步走弱 台股也是开低后跌幅不断加深 尽管台积电董事长张宗谋看好下半年 但在外资卖压沉重 加上宏达电等全职股重挫跌停下 台股盘中跌破9300点年限于整数关卡 再创今年新低点 中场大跌176点收在9191点 成交量为新台币1077亿元 我们的外销出口连续四个月是负成长的 五月份的成绩也不好 景气对色灯号现在掉到了蓝灯 宏达电这天天的往下跌 它也带动了很多电子供应链的股票 整体的表现不好 今天盘面上各类股一片绿油油 宏达电上周五晚间下修第二季财测 预估美股亏损近10元 赔掉近一个股本 引发市场卖压性的恐慌 今天开盘又跌停到75.3元 再创新低 年代也拖累 台湾出口连四个月负成长 我国智慧型手机出货 从去年五月最高的4.9亿美元 摔落到不到2亿美元 有些台湾的厂商 太依赖政府的补贴 或是在依赖政府的那个帮助 而使自己在市场上的经营能力 远不如别的国家的商人的国际化的程度 韩国什么时候开始超越台湾 就是因为韩国赞助了大陆市场 台湾露死了这个市场 一去一来一去就导致成这个样子 面对宏达电 吴玉景大幅调降猜测 证交所也启动监视机制 调查宏达电调降猜测 公布时机点是否合适 有无隐秘或故意拖延 另外是否有人趁机炒作放空 或涉及内线交易等 而宏达电则表示 所有猜测更新公告 一切都符合程序 记者为了陈信龙特报道